第405章 千鹤组的秘密 借钱免谈 借道具免谈 借材料免谈 借攻略免谈 张元清一口气把门堵死 然后和颜悦色道 我亲爱的帮派成员钱野良 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突然遭遇冷待的钱野良 伴上没好意思说话 隔了好久 才有些委屈和紧张的说 是这样的 前几日 千鹤组内部出了一位叛徒 他盗走了组织里的一件宝贝 并在千鹤组的围攻中逃脱 潜入了华国 千鹤组想请原始军帮忙抓捕 如果成功 我们会支付一亿扶桑币的报酬 但有个要求 不能把这件事泄露出去 包括五行盟 这是让我接私火啊 一亿扶桑币差不多是五百万软妹币 百花会所的奖励还没下来 我最近正缺钱 张元清没有立刻答应 因为他品出了一丝不对劲 问道 看来那位潜入大陆的叛徒身上有些秘密 你们不信任五行盟可以理解 但为什么请我帮忙呢 你们完全可以请求天法组织派特工秘密捉拿 以天法组织的能力 就算是别国的领地 他们也能把事情办好 即便暴露 天法那么强势 也不用担心秘密暴露 甚至五行盟还会帮忙全世界的手续组织 都是彼此竞争 彼此合作的关系 五行盟和天法 虽然因为政治问题 表现出一副貌合神力的姿态 可一旦有外力压迫 两大组织很容易就能达成结盟 天法组织若是派特工前来抓捕 五行盟未必会干预 最多问明情况 派人监督 钱也良没有回答 而是捂住话筒 低声道 森森 隔了十几秒 少女轻音悦耳的声线响起 是这样的 那为叛徒盗走的东西 对千鹤祖来说至关重要 千鹤祖不希望此事被天法组织之道停顿一下 他急切道 如果您答应帮忙 我明早便飞来大陆 与您面谈 在这之前 希望您对今晚的通话进行保密 对千鹤祖来说至关重要 又不希望被天法之道张元清若有所思 道 你来之前需要做一些准备 把叛徒的资料 血迹 支架等蕴含DNA的东西带来 同时 你要向上集转告我的话 我必须知道一切 了解里面承担的风险 否则是不会帮你们的那边陷入沉默 似乎话筒被捂住了 几秒后 钱也良说 明白 通话结束 张元清握着手机 皱眉思索 这件事里 他要承担的风险不是来自于叛徒 毕竟华国是五行盟的地盘 他真正要承担的风险是来自千鹤组或天法组织的危险 大胆假设一下 所谓的叛徒只是一个陷阱 其实并不存在 目的就是悄悄地引诱出原始天尊 然后 钱也良摔杯为号 千鹤组和天法组织的三百刀斧手蜂拥而出 把五行盟的绝世天才原始天尊斩于十六群下 虽然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 但不得不防 找关雅问问 傅家既是本土临近世家 又与天法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以他的眼光和见识 如果真有猫腻 应该比我能先察觉出来张元清身躯化作梦幻般的星光 消失在房间里 床上散落着T恤 短裤和内衣 老司机在洗澡 嘿嘿 一激喜张元清连忙脱裤子 这时 洗手间的水声消失了 里面传来关雅的声音 谁 原始 紧接住 高挑丰满的老司机裹着浴巾出来 湿漉漉的头发用毛巾包住 一张妩媚尖俏的瓜子脸白里透红 老司机站住洗手间门口 用一种酷似表情包的斜眼 看住脱到裤衩的张元清 喝道 你想干什么 啊 洗完了 怎么不等等我 张元清脸不红 心不跳地把裤子穿上 掩盖住高耸的帐篷 老司机审视他一眼 走到书桌边 拉开人体工学椅坐下 道 怎么了 张元清没掩饰自己的内心 洞察术便能看出他的想法 有件事跟你商量一下 他一边穿住衣服 一边把钱也良的求助电话告诉了关雅 关雅两条大长腿交叠 抱胸 一在一背 皱起又长又直的眉毛 缓缓道 千赫组一直是天法组织的附庸 表面上是最忠心的狗腿子 不过 世上没有谁会甘心当狗腿子 据我所知 千赫组现任组长神户一郎野心勃勃 不像前几任组长甘心卑躬屈膝 一直想壮大千赫组 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张元清点点头 所以这件事在动机上 是完全合理的关雅恩一声 至于想害你的动机 天法组织虽然霸道 但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 他们主动猎杀你的可能性很低 千赫组就更没这个理由了 不过 凡事都要小心为上 你可以让钱也良来附加湾面谈 这样我们有足够的掌控权 不怕意外 另外 我可以在旁听听 如果他说谎 我能看出来 办事的时候 记得利用星象术和大罗星盘推演 实在不放心 再让傅清阳或林军暗中护航张元清 把他的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深以为然的汗手 傅家有些人 也未必希望看到我们好 我不想你平白受辱 等你到了六级 拥有当初傅清阳那样的战力 傅家便不会反对了 谁若是不长眼跳出来 你直接镇压便是张元清想了想 说 但我现在头大的难受 然后 弄半小时后 张元清心满意足地回房间洗澡 换上睡衣 想了想 又取出猫王音箱 进入夜游 低声道 我想知道魔君的真实身份说完 解除夜游 用手机播放音乐 一句结束 猫王音响喇叭里传来电流声 张元清聚精会神 等啊等 等啊等 发现除了电流声外 没有任何信息 是没有 还是不愿意告诉我 张元清派了猫王音箱一巴掌 把他收入新买的腰包 塞回抽屉 四日九点 吃过早餐的张元清 接到钱也良的电话 说抵达富家湾别墅门口了 他当即给门卫打了个电话 要求放行 几分钟后 一辆家常版的黑色轿车 缓缓停泊在小户型别墅门外 车门打开 钱也良钻出车厢 环顾院内 见到了久别的原始天尊 他俊朗如希 气质兼具了新官的高远神秘 夜游神的邪义尊贵 钱也良轻力的脸蛋 绽放清纯甜美笑容 小跑驻禁院 双手交叠小腹 身身鞠躬 原始军 张元清审视着岛国少女 他穿着少女系的白色短裙 简洁 清爽 森细 一双方口小皮鞋 过西袜 破步般披散的绣发上 别住一个红色的蝴蝶结 手里拎着一个小皮包 就你一个人 张元清笑道 因为老师和组长身份不同 被各方关注 不方便前来 所以委托我拜访原始军 钱也良四世想起什么 连忙回头 招呼司机在后备箱 取出大包小包的礼品 我给原始军带了岛国特产 他一本正经的说 看得出来 他在努力的社交 并维持着千鹤组代表的形象 先进屋把张元清点点头 引着钱也良进入放映厅 吩咐女王端茶地水后 隔音效果极佳的放映厅 就只剩三人 她是我女朋友 杀戮副本里你见过 就不介绍了张元清道 钱也良自然认得官雅 你听是原始军的女朋友 这才松了口气 因为女朋友就意味住自己人 我没有把你的事汇报给五行盟 现在 我想听听具体情况 张元清开门见山 钱也良措辞片刻 说 叛徒是千鹤组的副组长 林静 还低是江户剑豪 五级剑客 他盗取了一件非常重要的物品 那是进入高天元的钥匙 高天元是什么地方 张元清觉得有些耳熟 钱也良挺直腰杆 一本正经的解释 高天元是岛国神话传说中 众神居住的天上世界 由至高无上的天照大神统育 相信原始军知道 古代神话 或多或少都与林静行者有关 张元清点点头 没有出声打断 钱也良轻声细语地诉说着 自林静行者诞生后 千鹤组就一直在研究古代神话 我们发现 所谓的高天元 很可能是古代超能力者聚居之地 他们高高在上地统治住普通人 并将古代的岛国社会 划分为高天元委员中国 和叶之国三个层次 其中高天元最神秘 是超能力者才能出入 生活的地方 过去一百多年里 千鹤组一直在寻找高天元的位置 我们从一些野史 正史 以及华国的资料中窥见 高天元可能是一个林静 这不是猜测 是有实际证据的 他想了想 摇头道 用林静解释不正确 是应该是古代修行者建立的洞天福地 需要特定的手段才能进入 如果能进入高天元 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传说中的三大神器 你们已经无比确定 高天元是真实存在的了 有哪些证据 张元轻问 前野良用力点头 在二战结束后的第十年 岛国政府从一座古墓里 挖出了一块玉 起初 所有人都以为它是普通的文物 直到千鹤组一位高层看到了它 发现上面的花纹 与记载中 高天元的灰迹一模一样说着 它打开小皮包 抽出一份资料 资料上画出一块碗口大的圆域 露刻着华美的火焰与云纹 中央是一幅图腾 一只形似燕子的黑鸟 正翅高飞 分叉的尾翼后 落下两枚卵 图腾极为抽象 充满着古代文明的韵味 这时 始终旁观的官雅 轻移一声 这图腾我见过 在秦峰学院第406章 求助小园 秦峰学院 这和秦峰学院有什么关系 张元轻愣了一下 不由地看向身边的老司机 官雅目光盯着图腾片刻 抬眸 望向岛国少女 漫步惊心道 这是秦朝的图腾 钱也良正品位住秦峰学院 回过神来 有些扭捏地说 高天元确实和秦带有关 似乎高天元和秦朝有关 是件让他有些别扭的事 秦带的 所以官雅姐在学院里见过 张元轻欧一声 徐福是把他虽然对神话故事 不太感兴趣 但历史方面的知识 还是有较深涉猎的 当初在老邦子的山神庙里 就是靠深厚的古文功底 历史学识 看懂了庙里的年代记 高天元 古代修行者 秦带图腾 他立刻想到那位 出海求要的著名方式 前夜两点头 小声地摁一下 然后 他腾得站起身 发挥工匠精神 鞠躬不起 大声说 高天元对千鹤组非常重要 请原始军相助 张元轻没有回应 沉吟着 指头轻敲一下圆桌 道 你先出去 我和官雅有话要说 嗨 前夜两默默退出放映厅 并关上门 官雅一边抬起水杯 一边问道 谢灵溪那丫头 能监听别墅里的动静 这里的谈话 她应该能听到张元轻摇头 我让血强威盯住了 倒不是不能被谢灵溪知道 毕竟小绿茶是自己人 但既然答应了 前夜两要保密 自然要遵守承诺 让官雅参与进来 已经是极限 官雅姐 她刚才说的话 有没有问题 没有说谎 官雅说 张元轻姿态慵懒地躺住一背 指头轻轻敲击圆桌 好一会儿 她沉生道 这件事不简单 我在想要不要参与顿了顿 接着说道 你在国外长大 对华国历史了解有限 但应该听说过徐福这号人物 知道关于他的传说 官雅点点头 有点印象 好像是替史皇帝出海 寻求长生不老药的 张元轻目光深邃 斟酌着说 如果千赫祖的调查真是无误 那高天园里生活的古代修行者 极可能是徐福 以及他带过去的同男同女 古代修士 玉盘上的秦代图腾就是证据 但是这里有个逻辑 Bug 徐福是方式 对应的应该是学士职业 擅长炼丹 炼器 八卦风水等 史皇帝想长生 直接让徐福炼丹续命变成 何必要出海寻找 长生不老药 你想 秦代天地凌厉浓郁 能人一世无数 而岛国弹丸之地 古代修行者只怕寥寥无几 富甲天下的地主 去家徒四壁的电农家里求财 合理吗 关雅眉梢一条 不由地沉吟起来 你是说 张元清点头 因此他才会派徐福出海 寻找关雅 觉得有理 这样的话 我们就要追溯 秦代以前的历史 追溯到神话时代 但是 神话虽然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古代修行者的历史 却存在很多虚假杜撰的信息 未必能给我们提供有用的价值 这个不重要 只要知道岛国有宝物就行 我们是在给徐福出海 寻找合理的动机 张元清没有纠结这个话题 继续说道 徐福带着同男同女出海 成功抵达岛国 并找到了始皇帝渴望的宝物 可能是不死药 可能是其他东西 但徐福没有把他带回中原 他起了贪念 想独吞那里的东西 于是留在了岛国 建立高天元 成为土皇帝 与随行的临近行者 一起统一岛国 听起来很合理 关雅一手抱胸 一手脱下巴 好奇道 你觉得所谓的宝贝是什么 真的是传说中的不死药 不清楚 可能是不死药 也可能 出海巡耀是为了掩盖 真实墓地的幌子 不过 肯定是价值连城的宝物 当时的始皇帝统一了天下 麾下其人一世无数 什么样的宝物没有 能让他兴师动众 委派徐福出海寻找 那件东西的价值 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要高 张元清说 关雅姐 我打算接下这个任务 但要提高报酬 并要求进入高天元 进高天元 关雅顿时皱起眉头 原始 你能通过一个图腾 短时间内想到这些 千赫祖调查了高天元 接近一个世纪 你觉得他们想不到 三件神器恐怕只是顺带 他们真正想要的 是那个让徐福背弃使皇帝的东西 这也是千赫祖不想被天罚知道的原因 同样的道理 他们绝不会答应让父亲羊去高天元 可你一个人去的话 又太危险了 他的前台词是 如果原始执意要前往高天元 届时 千赫祖即可能杀人灭口 张元清认同他的说法 问道 那你觉得是放弃更好 这种机遇要是放弃 确实太可惜 容我想想官雅嘀咕道 这需要博弈 如果父亲羊在 他一定能给出办法 这小子最擅长的 就是肮脏的政治斗争 他皱起精致的眉头 沉吟来沉吟去 好久后 眼睛一亮 笑道 有办法了 嗯 如果我们执意前往 肯定不能让高手过去 否则千赫祖会死于网破 把高天元的秘密 透露给天罚 天罚插手的话 咱们连汤都喝不上 但孤身前往太危险 我肯定不同意你去 可不要忘了 你是夜游神啊 你可以驱使殷师 或灵铺前往 让宠物送死 自己旁观 这才是夜游神 正确的玩法 不是吗 而且 殷师和灵铺的战力有限 终究不如主人 千赫祖也会放松戒备 妥协的可能性极大 他越说思路越清晰 另外 他们也不敢杀你的殷师 灵铺灭口 因为这没有意义 你可以与他们签订协议 商量好如何分配里面的宝物 适当地做出让步 我想千赫祖会同意的 很棒的想法 张元清捧起关雅的瓜子脸 狠狠亲了一口 虽然是前公子清点的垃圾 但好歹出身临近世家 比家里那个傻白甜小姨 靠谱多了 他转身走到放映厅门口 拉开沉重的隔音门 探头看去 只见客厅里 前野两笔婷婷地站住 双手交握在前 拎着皮包 一副乖乖女站姿 穿住小裙子的谢灵溪 正围着她夺步 目光灼灼地审视 向小猎犬打量猎物 或敌人 前野两 近来 张元清喊了一声 退回放映厅 前野两松了口气 连忙摆脱可怕的同龄女孩 小跑柱进入放映厅 袁始军 您考虑得怎么样 前野两又期待又紧张地盯住她 说 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小妹子 谈合作不是你这样的谈的 也太老实了 张元清心理评价 嘴上公事公办 道 有个问题请你回答 你说二战后第十年 找到了高天元的钥匙 为什么现在才提及此事 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 高天元 前野两 嗓音细细的 轻柔好听 在神话传说中 高天元被描写为 漂浮在海上 云中的岛屿 是天上的世界 他究竟在哪里 没有任何人知道 但在不久前 千鹤组终于找到了 高天元的所在 组长打算带前部门 进入高天元探索 奇料江户建豪这个叛徒 盗走了钥匙 JK说着 满脸一份 他早就不满组长了 野心勃勃地 想取代组长的位置 这次盗取钥匙 潜入华国 极可能是与邪恶组织 取得了联系 高天元在哪里 张元清试探道 我不知道 前野两摇头 也是 你要是知道 你们组长就不会派你来了 因为如果元始天尊 是个心狠手辣的 你已经记在这里了 张元清说道 我可以帮忙 但报酬要提高到 五亿扶桑币 另外 事成之后 我要进高天元 不过你放心 我会让殷尸进去 里面的宝物 你们先挑 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要分成 前野良顿时露出为难之色 他倒是很愿意 与元始军分享收获 因为这个男人 是他的救命恩人 是有过生死之交的伙伴 他能成为圣者 有今日的地位 权依掌原始军 但千赫组不是他做主 以组长和前部门 对高天元 是在必得的决心 对岛国临近行者 崛起的渴望 绝不会甘心 与外人共享的 张元清一看 JK的表情 就知道他在担心什么 笑道 你告诉千赫组高层 如果江湖剑豪 真的和邪恶组织 搭上关系 时间拖得越久 千赫组越没希望 只能向天法妥协 而我能在两天之内 夺回预盘 对了 你带江湖剑豪的DNA了吗 带了钱也两点头 江湖剑豪 在千赫组干部们的 围攻中受伤 我把他的鲜血带来了 那就没问题了 张元清汉手 你联系组织吧 我和关雅会退避的 我们绝对不会偷听说完 带着老司机离开 待沉重的隔音门关闭 钱也两拨通了组长神户一郎的电话 梁将 谈得如何 电话里传来一道浑厚低沉的嗓音 事关千赫组的大业 若是办杂了 我们都要切负谢罪 钱也两不自觉的鞠躬 低声把原始天尊的条件 转告给神户一郎 巴嘎 电话里传来难以遏制的骂声 高天元只属于千赫组 谁都不能染指 梁将 你就是这么谈判的 钱也两本能的 一叠声的认错 继而想起原始天尊的理由 低声说 可是组长 原始军说 他能在两天内夺回要是两天内 电话那边顿时沉默了 片刻后 组长声音温和了许多 道 如果原始天尊能做到 那我可以答应 但他必须遵守承诺 只让音声或林扑 进入高天元钱也两 如是重负 小脸绽放笑容 原始军是品德高尚的武士 一定会遵守承诺的 他如果知道流氓天尊的混号 大概就不会这么想了 挂断电话 钱也两心情舒畅地 推开沉重隔音门 看见原始天尊 官雅和那个漂亮的同龄人 一言不发地坐在客厅 原始天尊的头上 戴着一个精美的 科技感十足的耳机 看你的表情 千贺祖答应了 张元清含笑问道 是的 组长说 只要原始军能拿回钥匙 并遵守承诺 他可以让您钱也良 看一眼谢灵溪 连忙闭嘴 别搅得岔开话题 原始军 您的耳机真漂亮 谢灵溪呵呵了一下 从钱也良那里 拿到江户剑豪的照片 资料 以及血迹后 张元清返回房间 取出大罗星盘 推演狩猎江户剑豪的行动 随着星辰之力度入 漆黑圆盘表面的 银色星辰逐一亮起 于房间内 投影出璀璨星河 星河高速旋转 星辰漩温然涌入 张元清眉心 脑海里 陡然浮现一个画面 一个手持武士刀的 枯瘦中年人 面目猙獰的乐器 做劈砍状 雪亮的刀刃 凝住犀利无匹的剑气 几秒后 画面交替 这次是一位体格剑瘦的壮汉 浑身肌肉快快凸起 蕴含可怕的力量 他眼神凶狂 眉眼间透着嗜血战意 脸庞布满血红色的扭曲符纹 他的内部伸展出两对虚幻的手臂 画面终结 推演结束 张元清睁开眼 皱起眉头 兵主角 毫无疑问 江户剑豪确实和本土的邪恶组织搭上线了 而且是三大邪恶组织里最凶名赫赫的兵主角 刚才那位应该是物主 若是主宰 蛊惑符纹应该遍及全身 而非脸部 能凝出两对虚幻的手臂 说明对方是五级 要是六级 那就是三对手臂 三头八臂这个技能 虽是主宰级的 但在圣者阶段的物主 能凝出手臂虚影 到主宰镜 则会凝实 成为真正的血肉之躯 并长出两颗头颅 张元清打开电脑 登陆原始天尊账号 搜索兵主角五级物主 他搜索出19位人物 这些都是被官方通缉 收录在资料库里的通缉犯 逐一点开林静ID 查看个人资料 张元清很快找到了 画面里看到的那位物主 林静ID 血影狂刀 五级物主 活跃于吉省春城一带 残暴嗜血 增 下面是血影狂刀犯下过的案子 张元清大致扫过 兼阴掳掠 无恶不作 兼杀过的官方女性行者 普通女性 达40多位 是当地多个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但因为道德制约束 并非首领 控制着许多商人 帮助他们扫平障碍 大肆敛财 春城分部围剿此贼多次 最近一次是在两年前 差点就将其击杀 血影狂刀逃跑后 潜伏了起来 再无音讯 西北市兵主教地盘 虚无教派的北教也很活跃 我不寻求春城分部援助的情况下 要速战速决 不能打持久战五级的剑客 加上五级的误主 有点难搞 只有我和官雅还不够 得再拉上一个帮手 张元清不由陷入为难 帮手他不缺 官方成员最不缺帮手 但找谁呢 不管是父亲羊还是邻君 一旦让他们插手此事 高天元的事就很难隐瞒下来 必须找一个姓的过 又对此事不感兴趣的帮手 张元清脑海里浮现两个人 江金卫和小元 听官雅说 江金卫前几天已经下过副本 经验值提升不少 再加上火魔的特性 即便对上五级圣者 也能斗一斗 而且金卫脑子简单 绝不会主动探究秘密 就算把秘密摆在他面前 他也会嘻嘻哈哈一笑而过 是个可以完全信赖的伙伴 但从稳妥方面考虑 小元才是最优选 他是五级 同时是战力极高的邪恶职业 比金卫更强 只是 小元和我还挺暧昧的 让他和官雅见面 是不是不太好 而且官雅是事后 他一定能看出我和小元的暧昧 要不还是选金卫吧 他能坦然地面对女王 和谢灵溪的关系 不怕官雅吃醋 但他无法在小元面前 问心无愧 在没有追到官雅前 张元清确实对这位阿姨 充满向往 并至今仍在向往 于是 他选择拨打江金卫的手机 铃声响了半天 终于接通 电话那边传来的 是一位温柔成熟的女性嗓音 原始天尊 我是金卫的妈妈 阿姨好 金卫在马 巡逻队有任务了 张元清说 抱歉 金卫竟临近了 将妈妈欠一道 他前几天不是下过副本 马张元清一乐 是赤火帮的帮派副本 金卫在临近里 接受哥哥的特训 不好意思啊 这次任务 他不能参加了什么特训 不就是打架 打架 打架马张元清 心理付费 失望地挂断电话 哎 只能找小元了 人生不如一事 十之八九啊 第四百零七章 来我房间一下 喂 小元 最近有空马 张元清拨通了他的号码 没空 看电小元 平静而冷淡的声音 回应道 宾馆让扣北约 看住就好了 反正也没啥生意 张元清一点都不把 自己当外人的 做了回主 然后说 我这里有一笔业务 事成之后 报酬两百万 对于财务状况 向来不佳的小元来说 这是一单 让人无法拒绝的业务 他问道 什么业务 猎杀一名五级剑客 一名五级物主 地点在吉省春城 目前 我们这边有四位胜者 三位超凡张元清 把任务地点 双方人数 简单说了一遍 你让我跟官方的人 一起行动 小元语气瞬间冷漠 你是嫌自己太安逸 还是嫌我活得太舒适 张元清连忙解释 虽然是官方的 但这几个 是我的挚爱亲朋 完全能信任 主要是这次行动 不方便让官方知道 这样 我再给你家五十万 小元沉默了许久 道 好 什么时候 今天下午出发 晚上行动 我们在松海机场碰头 张元清说 挂断电话 他走出书房 把所有人都召集在客厅 今天晚上有个任务 待会儿我们就要飞往吉省 大家准备一下张元清说完 看向前野良 道 我已经找出目标了 就在吉省春城这么快 果然在吉省 前野良惊喜地起身 不停鞠躬 感谢原始军 找你帮忙 果然是千鹤组最明智的选择 从岛国入海前游 抵达大陆 从路线上看 确实是吉省最近 这符合千鹤组的分析 除了关雅 不了解前因后果的其他人 都有些茫然 但原始天尊既然没说 他们也不好问 张元清又道 我找了一位帮手 回头介绍给你们认识 他性格有些古怪 你们不要与他有过多的交涉 他他是谁 原始怎么有点心虚的样子 关雅瞇了瞇眼 洞察出难有眼神深处的情绪 关雅突然就盯着我猛看 草 就这么几句话 他就看出端倪了 找个斥候当女友真可怕 张元清尽量表现的云淡风轻 道 我现在去安排 化身梦幻星光顿走 下一秒 他出现在傅清阳的大别墅 问客厅里的兔女郎 老大在书房 还是练功房 傅清阳的生活 是最简单的三点一线 卧室睡觉 书房办公 练功房斩机 日复一日 风雨无阻 少爷出门了 兔女郎柔声道 出门了 张元清点点头 说 我需要一架私人飞机 今晚要飞往吉省春城 你能帮忙安排吗 兔女郎笑容浅浅 我可以替您安排 少爷的私人飞机 这大概需要四个小时 请问您有时间上的规定吗 安排好立刻通知我 张元清说完 静止上楼 几分钟后 他又下楼了 刚才那位兔女郎 安排航班去了 他环顾一圈 恰好看到打理花园的兔女郎返回 便问道 林军呢 林军少爷和少爷一起出去了 兔女郎回答 一起出去了张元清皱眉道 发生了什么事 这两人极少结伴外出 想来是发生了什么事 迫使他们不得不一起前往 兔女郎摇摇头 不清楚 少爷不会和我们讲公事 也是 在前公子眼里 兔女郎是生活助理 类同古代的丫鬟 丫鬟的职责 就是负责生活起居 又怎么会和他们说公事 嗯 他没告诉我 说明是我插不上手的事 张元清自己也有钥匙缠身 匆匆离去 松海国际机场 一架银色的弯流 静静助力在停机坪 相比起航空公司的客机 它显得很娇小 但崭新的机身 流畅的线条 以及比客机更精致的细节 预示着这是一架飞机中的 蓝薄金尼 或者布加迪什么的 机舱内部宽敞 只安排了18个豪华座椅 配备了专门的休息室 服务于乘客的乘务人员 是三位装容精致的空姐 他们举止优雅 笑容得体 各个都是出挑的美人 但今天 空姐们偷偷打量着舱内的客人们 眼里充满了惊艳和羡慕 机舱里共有七位身份高贵的客人 除开上了飞机 就沉浸在电脑里 浑身散发着死宅和书卷七夕的眼镜男 其他六位都是女性 她们有着让人挑不出瑕疵的颜值 最出彩的是堪比婴儿般细腻的肌肤 以及卓尔不群的气质 成年人的皮肤或多或少都有瑕疵 但空姐们倒水的时候仔细打量 发现让她们皮肤甚至比婴儿更细腻 至于气质 这种需要养的东西 是很多美人渴望不可求的 所以空姐们更想知道 她们是怎么保养皮肤的 谢灵溪躺在松软宽敞的豪华座椅上 雪白纤细的脖梗套住头戴式耳机 她扭头看向窗外 道 原始哥哥的朋友还没来吗 她请了谁帮忙啊 有没有告诉你们 停机坪上 张元清身子鼻挺地站住 目光望向远方 谁知道呢 能让队长亲自等待 想来是个高手吧 女王说 正说住 一辆百度车快速驶来 在银色弯流边停靠 车门打开 一个高挑的女王胯下车门 凸显成熟气息的褐色港风半身裙 逼领半袖黑色衬衣 微卷的袖发自然劈散 行走间裙摆飘荡 露出一双底跟凉鞋 她素面朝天 鹅蛋脸 圆眼 五官名艳大气 又拓着冷艳 优雅 冷艳 强势 成熟女强人的气场 让人侧目 远非少女能及 小元走到原始天尊面前 似笑非笑道 好看吗 好 好看 张元清心里小鹿乱撞 直勾勾地盯着她 挪不开眼睛 见惯了穿宾馆制服的小元 冷不丁地看到这身装扮 简直就像换了的人 小元痴笑一声 像不像你妈张元清脸一黑 嘴角抽搐 减分了 突然觉得你不好看了 张元清知道 她这是在嘲讽自己 当初那套择偶观 因为缺乏母爱 所以向往成熟的 强势的 但又温柔的年长女性 小元没搭理她 擦身而过 登上私人飞机 张元清忙转身跟上 引着小元入座 这时候不能先看官雅 看官雅就意味住 心虚张元清环顾众人 介绍到 小元 通灵师 我的朋友此话一出 在场除谢灵溪外 一个个露出震惊表情 李淳风 女王和钱野良 条件反射般的绷紧身躯 手续职业 对邪恶职业的警惕 是刻在骨子里的 我朋友 张元清又重复了一遍 官雅一言不发地看重男友 说出我朋友的时候 她的眼神诚恳 表情严肃 像是在为这位通灵师背书 她之前表现的有些心虚 是因为合作伙伴 是一位通灵师 官雅若有所思 某种意义上说 他们警惕小元 也不是件坏事 这样小元就不会知道 官雅是我女朋友 官雅也不会知道 我和小元有暧昧关系 张元清心想 这时 谢灵溪娇声道 大家不用紧张 小元阿姨 是我和原始哥哥的朋友 她人很好的 从不干坏事 虽然她和小元不熟 但因为愧为人夫的关系 小绿茶对无痕大师这群人 有着强烈的善意 而且也知道原始哥哥 和他们始终保持联系 是可以信任的朋友 羽王等人盯了她几秒 终于慢慢放松警惕 张元清引着小元坐下 忽听身后的谢灵溪说 小元阿姨 他们都是巡逻队的 是自己人 这位官雅姐姐 是原始哥哥的女朋友 天地良心 小绿茶这句话 是真心实意的缓和气氛 表示大家都是自己人 然而 原本冷冷淡淡 对官方行者们的敌意和戒备 泰然处置的小元 听到这句话 愣了一下 下意识地扭头看向关雅 两三秒后 她表情冷淡地收回目光 深深看一眼原始天尊 一言不发地坐下 关雅心里当时就是一尘 她看我的眼神里带着敌意 她刚才的微表情是惊讶和失落 这个女人对原始有情愫 她又看了原始一眼 质问中带着些许的愤怒 该死 原始表情都僵硬了 狗男人被驻我在外面勾搭女人 关雅脸色一沉 胸脯剧烈起伏了一下 操 我现在想把谢灵溪调起来 打仗原青 呼绝盲刺在背 那是正牌女友投来了死亡射线 她假装没察觉 招呼来空姐 声音低沉忧伤 出发 从松海到吉省春城 路程大概是四个小时 因为小园的缘故 一路上大家都很沉默 偶尔进个洗手间 或点一份剪餐 大部分时间都在闭目养神 把一个邪恶职业和一群手续职业 关在机舱里 就像把狮子和老虎 锁在同一个笼子里 大家表面风平浪静 实则剑拔弩张 手续职业对邪恶职业的警惕 是刻在骨子里的 就像人面对猛兽 即使他已经被驯化 即使有训兽师在旁观照 心里也会不由自主地打战 万一他突然发狂 把训兽师和自己一起 当下酒菜怎么办 而且通灵师能飞行 大部分手续圣者无法飞行 这个女人要是图谋不轨 大伙出师未竭 身先死 一起记在出征的途中 而平静之下的汹涌暗流 就只有张元清自己冷暖自知了 飞机要下降了 各位乘客系好安全带 不要走动喇叭里 传来空解温柔的提示 不多时 飞机钻出云海 一座繁华的城市出现在下方 渺小的宛如沙盘上的模型 谢灵溪吐出一口气 煎熬的度过四个小时 小脸终于有了笑容 听说吉省很冷的 我们正好在这边晚几天 就当避暑后排的李淳风 一本正经地说 避不了暑 吉省夏天的温度 接近35度 与松海相差不大 而且这里昼夜温差大 还容易感冒 谢灵溪扭过头 气呼呼道 我是灵进行者 我怕什么感冒 可你是超凡乐师 乐师和学士的身体 并不比常人强多少 李淳风 尊尊教会 谢灵溪懒得搭理他 瞟一眼对面的关雅和小元 这时 小元淡淡道 北方的邪恶职业 较为活跃 你们最好有万全的计划 一击击退 不然 就要做好被兵主教高层 反猎杀的心理准备 如果事情到了那一步 我不会留下来的关雅也淡淡道 长春分布实力不弱 邪恶组织在嚣张 这天下仍是首续阵营的天下 小元回眸 看他一眼 活跃于西北的 有兵主教的六位神将 有四大天王 有虚无教派的长老们 希望你遇到他们 还能这么硬起气氛 突然剑拔弩张起来 关雅冷笑道 你若是怕了 现在就可以走小元点点头 不错的提议张元清连忙打圆场 各位女英雄 咱们长途跋涉 周车劳顿 养精蓄锐要紧 小元和关雅同时冷冷地刮他一眼 张元清默默把头缩了回去 这时 下降的飞机受到气流影响 剧烈抖动 小元闭目养神 关雅也把视线投向了窗外 飞机成功降落 众人坐上酒店安排的商务车 离开机场 前往春城一家五星级酒店 酒店是兔女郎安排的 定房赠集机服务 花点钱还可以配一位导游 只不过张元清此行不是为了旅游 而是杀人 春城的紫外县远强于松海 但没有南方那么潮湿闷热 只要避开阳光之晒 躲入阴凉地方 确实适合避暑 可见李淳风是个吊书带的理论派 缺乏实践 办理好入住后 张元清道 现在是五点 我准备先打探一下情报 查出目标地址 晚上十点行动 大家休息一下 调整状态 他打算先利用红武鞋 锁定江湖剑豪的位置 再制定猎杀计划 众人各自入屋 张元清带着血强威和阴瑶郡主 进了房间 刚洗八脸 手机就叮咚两下 他同时收到了小元和关雅的短信 而且内容出其一致 来我房间一下第408章渣男的双线操作 这叫什么事 都怪江金卫和谢灵溪 一个关键时刻掉链子 一个说话不经大脑 张元清握着手机离开洗手间 气愤地响 他踢掉靴子 盘腿坐在床上 盯着手机陷入为难 不管是去见关雅 还是见小元 恐怕都不是速去速回的事 若先去见小元 关雅一定吃醋 心态炸裂 怀着赌气的心情 狩猎敌人 是极危险的事 若撇下小元 先见关雅 小元就知道 这是原始沉默的拒绝 他便会彻底断了这份暧昧 今后大家就当朋友 只不于朋友 想一想 也不失为一个机会 从此断了念想 一心一意地对关雅解 迎接美好的人生和未来 不行 导师说过 小元内心敏感纤细 要是因此心态受损 今晚的战斗会很危险 对 我是为大局助想 张元清心理一动 给小元和关雅 同时发了条信息 上厕所 稍等 然后快速点开 林军的头像 发求救信息 导师 再不在 有件非常棘手的时 需要请教 这种感情方面的困境 经验浅薄的 自己是搞不定了 专业是还得请教专业人 林军很快回复 我这边有点事 你有什么问题 尽快说 长话短说 张元清当即编辑信息 把自己现在的状况 描述了一遍 点击发送 林军回复 哦 暧昧对象 遇到正牌女友了 并同时发短信要见你 蠢货 你怎么能让自己 陷入如此不利的局面 我平时怎么教导你的 君子不利危强之下 不让暧昧对象们碰面 是君子的必修技能 原始天尊 导师 别废话了 你赶时间 我也赶时间林军 如果换成其他人 我只能说没救了 等死吧 但你不一样 你是夜游神 接下来 把我说的话 牢牢记在心里 不过在此之前 我需要确认 你的那个暧昧对象 是不是内心纤细敏感 较为年长的那个 原始天尊 是的是的 林军 这就简单了 你只需要安抚他们就好 首先 那只是你的暧昧对象 对吧 只要你没有真的出轨 关雅那关其实很好过 你不是有一面鬼镜吗 带上他 然后 你需要这么安抚 林军 至于你的暧昧对象 我记得你说过 你曾经追过他 但他冷处理了 让你不知道该如何进行下去 你完全可以把锅甩给他 并趁机再表白一波 或许还能增进你俩的关系 你需要这么做 三分钟后 张元清后摇插着鬼镜 拧开门把手 离开房间 朝左边行去 紧接住 血强微拧开门把手 离开房间 朝右边行去 咚咚 张元清敲响关雅的门 同时听见走廊另一头的血强微 敲响了小元的门 两个张元清同时对望一眼 摇摇汗手 为对方鼓气加油 不想开门 自己进来关雅冷冷道 张元清化作星光 顿入房间 与此同时 小元打开房门 见到门口的血强微 一愣 既而脸色转冷 就要关上门 血强微忙挡住门 声音浅色嘶哑 别关门 进去说 进去说 他强行挤了进去 并关上门 小元一言不发地走到桌边 拉开椅子坐下 双腿交叠 淡淡道 我要加价 加价 张元清一愣 他还以为小元会冷嘲热讽 比如 你不是缺乏母爱吗 不是喜欢年长女性吗 怎么找了个没到三十的幼稚 经过这么久的相处 张元清知道 小元冷艳寡言的外表下 其实挺毒蛇的 小元盯着他 与其生疏而冷淡 两个五级 外加可能存在的敌人 我要承担的风险 已经超过250万 400万 不还价 你同意 我就留下来 不同意 我走人 400万 价格有点高啊 不 400万才是合理的价格 是抛开关系和感情的合理价格 250万才是友情价 小元这是要跟我划清界限了 张元清暗暗呲哑 表情不动声色 汗手道 行 400万就400万 小元并没有高兴 目光微微低垂 似有黯然 又很快抬起眸光 笑了笑 女朋友很漂亮 张元清夺不到桌边 突然把脸凑了过去 凑得很近 能彼此感觉到呼吸的距离 可是在我心里 小元阿姨才是最漂亮的 她与其真挚地说 官雅撬住二郎腿 靠在椅背 撬脸如罩寒霜 冰柱升起的新冠 凝聚成男友 我怎么不知道你本事这么大 居然在外面养了一个邪恶职业 你哪里是没谈过恋爱的厨 你明明是秦盛 官雅笑音引道 林军给你擦屁股的资格都没有 至少我没听说他泡过邪恶职业 咱们天尊老爷就是有魅力 虽然是笑着说的 但脸上却没有半分笑意 张元清靠拢过去 官雅立刻吃笑 不要找理由 你知道我是侍候 我看到的东西 比你想象的要多 张元清跨开双腿 坐在官雅的大腿上 笑眯眯道 吃醋了 我和他真的只是朋友关系 小元促起眉间 细细打量他几眼 冷笑道 你是想跟我玩脚踏两只船的游戏 原始天尊 信不信我揍你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官雅是我同事 她很漂亮 身材也好 但我就是觉得 小元阿姨才是最有魅力的 张元清叹了口气 道 我和你说过 我喜欢年长的女性 其实那是我在向你告白 可你没有回应我 让我有些手足无措 你知道的 我没有恋爱经验 曾经我以为 只要努力地靠近你 就能拥抱你 后来我发现 你对我而言 就是一个渴望不可及的幻影 是遥远而美好的远山 也是 像你这样成熟知性 阅历丰富的女人 怎么可能看上我这种 二十出头 大学都没毕业的小男孩 恰好这个时候 关雅向我表白了 说到这里时 她停顿一下 看了看小元神色复杂的脸 低声道 我突然发现 也许真正适合我的人 就在身边 而小元阿姨 你 是我美好的幻想 有句话怎么说来住 陪你走到最后的 不一定是你最喜欢的人 张元清的表情 深情俊勇 眼神悲伤无奈 彷復在缅怀一段美好的 市区的爱情 有点羞耻啊 对不起 这些都是林军教我的 林军真是个渣男啊 像我这种纯情的小男生 是打死也想不出 这种肉麻化的张元清 目光紧紧地盯着小元 观察他的表情 按照导师的说法 他需要表现出 我之所以有了女朋友 是因为你拒绝了我 我只能无奈地 退而求其次的委屈 以及虽然我找了 别的女朋友 但你依旧是我的白月光 两种态度就好 小元陷入长久的沉默 她垂下目光 睫毛高频率的颤动 她的眉眼 已经没了刚才的冷淡 朋友关系 关雅哼一声 推扫着她 起开起开 朋友关系你心虚什么 她看你的眼神 可不像是朋友而已 张元清被推翻在地 顺势坐在床边 苦笑道 好吧 我确实憧憬过她 但那是在很早之前 那会儿我刚成为 临近行者不久 她帮过我很多次 而且我发现 她虽然是邪恶职业 却又一颗善良的心 关雅眯起眼 观察着男友的眼神 和面部细节 说起那个女人时 她眼神平和 脸色平静 没有闪躲和心虚 充满了一种平和的坦然 继续 怎么不说了 她说 张元清挠挠头 就是恰好 她又是我喜欢的那一款 我没忍住 就追求她了呗 我看她也挺喜欢你的 怎么没有发展下去 关雅似笑非笑 张元清笑嘻嘻道 这不是有你吗 你那么漂亮 身材好 说话又好听 咱们越来越熟悉 我就越来越喜欢你 渐渐地把她给忘了 关雅嗤之以鼻 少来 张元清指天为事 我说的话 句句都是真心话 不然叫我天打雷劈 我们确认关系后 就很少联络她了 我心虚 还不是因为喜欢你 害怕你想太多 我和她要是有什么奸情 我还请她帮忙 我有这么蠢吗 关雅姐 你要相信我对你的感情 哎 我现在说话的样子 真像个渣男 幸好关雅只是四级剑客 要是傅清阳 恐怕鬼进也瞒不住 张元清起身 走到桌边 凝视着关雅的眼睛 道 你是侍候 我说的是真是假 你很清楚按照邻军的思路 关雅要的是态度和沉默 男朋友对别的女性 不闻不问的态度 和绝不出轨的沉默 毕竟现在只是发现 男朋友和其他女人有暧昧 并非真正劈腿 所以问题不是很大 态度 张元清已经做出来了 如果导师没猜错 关雅姐应该会让我承诺 张元清心里刚这么想 关雅就哼哼道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 可你现在没劈腿 难道以后就不会了吗 张元清对答如流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我的表现 你每天晚上都要帮我这个 张元清握住老司机的小手 做了个上下的动作 关雅脸蛋微红 呸了一下 张元清见状 立刻凑上去 咬住她的唇瓣 那我帮你也是可以的 疼 松嘴 关雅的下嘴唇被咬住揪起 疼得打了她几下 含糊不清地说 你不是要办正事吗 快去快去 你不继续审问了 不问了 相信了 信了信了 赶紧滚张元清立刻松开嘴 遗憾道 那我走了 她拧开门 走出房间 恰好看见血强威 从走廊尽头的房间里出来 两个张元清相视一笑 回到房间 张元清从背包里 取出江湖剑豪的血迹 召唤出红武鞋 把血迹塞入红武鞋内 张元清下达命令 带我找到她搭搭搭红武鞋穿透酒店的落地窗 沿住玻璃墙狂奔而下 很快消失在视线尽头 张元清身躯化作梦幻般的星光 出现在酒店对面建筑的天台 接着 她取出疾风者手套戴上 施展夜游技能 预风而起 追逐红武鞋而去 新顿术和疾风者手套交替使用 半个小时后 她远离了市区 来到人烟稀少的郊区 红武鞋在一座小庄园外停下来 张元清及时中断红武鞋的追踪 在不远处移动别墅的阳台上兑换了代价 取回血迹 收起红武鞋 她戴上疾风者手套 冲天而起 俯瞰这片别墅区 这片别墅区占地面积广阔 少说三四十套别墅 规划的倒是很整齐 别墅院子如同豆腐块斑排列 田字形的街道旁 种植着西树的绿化 相比起南方草木轻松的环境 这里有着北方独有的粗犷气息 红武鞋锁定的大庄园 是这片别墅区最大最豪舍的 江户建豪就在里面 这座别墅 应该是血影狂刀的据点之一 那么里面就不会只有他们 必然有其下属 隐身状态的张元清俯瞰庄园 快速思考 春城离兵主教的西北大本营不尽 但这里毕竟是北方 没准春城恰好有某位神将 乃至天王存在 如果不能速战速决 情况就会很糟糕 战斗之前要做好完全的准备 最稳妥的方法 是用火力覆盖这片庄园 用弹量来替天行道 喝 总部肯定不会答应 总部答应 朝廷也不会答应 张元清没有停留 转身离去 晚上七点 酒店 众人齐聚在张元清房间 商讨着行动计划 张元清把江户剑豪所在的小区环境描述了一遍 道 除了江户剑豪 别墅里还有血影狂刀和他的下属 先不说可能存在的神将 天王 以物主的特性 九战对我们不利 所以我们要锁定江户剑豪的位置 直接斩首 李淳风 你负责黑掉庄园的监控 蒙蔽他们的眼睛 谢灵溪 你负责监听 找出江户剑豪的具体位置 小元 战斗开始前 你为大家祈福 增强成功率 对了 我这里有江户剑豪的血迹 你能咒杀他们 小元依旧冷艳 微微摇头 血液已经失去活性 诅咒最多影响他 制造轻微伤害 无法重创 更别说咒杀 足够了 张元清说 锁定江户剑豪位置后 我 关雅 小元 负责斩首 郡主 你来对付血影狂刀 前野良 你和女王负责对付 血影狂刀的下属 置于李淳峰和谢灵溪 一个技术员 一个辅助 没必要上场 关雅抱着胸 靠在窗边 沉声道 如果我是血影狂刀 我会在庄园附近 乃至别墅附近 安排哨兵 一旦有行迹可疑的人 车辆靠近 立刻示警 小元目不斜视 淡淡道 聚集这么多邪恶职业 是很愚蠢的行为 关雅喝一声 我说的是哨兵 谁说邪恶职业了 以物主的能力 完全可以 蛊惑普通人 充当哨兵 这不会扣除道德值 张元清芒说 这个好办 我们利用夜行披风 和疾风者手套 一个个潜入 直接控制 庄园隔壁别墅的住户 这样一来 他们就算是哨兵 也不可能通风报信 四十分钟后 众人依靠夜行披风 和张元清的疾风者手套 潜入小区 控制了庄园对面 那栋别墅的住户 以幻术迷惑住屋子的普通人 将中年夫妻 小孩 老人敲晕 送进卧室 谢灵溪戴上耳机 走到窗边 小心翼翼地窥探远处的 大庄园 侧耳聆听 另一边 李淳峰打开笔记本 指头在键盘上飞舞 几分钟后 电脑屏幕分成二十多格 每一格都代表着一个监控探头 在餐厅 李淳峰说 众人凑到电脑前 定睛看去 左下角的格子里 正有两名中年人对桌饮酒 体态曼妙的女服务员 乖顺地站在一旁服使 画面有些模糊 看不清五官 但面部轮廓足以让张元清和钱野良认出他们 就是他 江户健豪 钱野良小声地 咬牙切齿地说 画面里 江户健豪和血影狂刀一边饮酒 一边交谈 能收到声音吗 张元清问 李淳峰敲了一下回车 电脑扬声器里 传来模糊不清的声音 并伴随滋滋的电流声 好吧 只能靠谢灵溪了 张元清扭头看向窗边 妹子 听到什么了 谢灵溪回过头来 翘脸煞白 颤声道 江户健豪问 恐 恐惧天王什么时候到 第409章暗杀 恐惧天王 这个名号就像炸弹一样 想在众人耳畔 带走了他们脸旁的血色 制造出巨大的慌张和恐惧 银瑶郡主环顾队友们 见一个个面无血色 神色凝重中 暗藏恐惧 忍不住取出小喇叭 欲解音 恐惧天王是谁 张元清深吸一口气 兵主教的四大天王之首 实力应该不比你师尊差 迎遥郡主文言 顿时出现强烈的情绪波动 师尊巅峰期的神威 他是一清二楚的 强大到令人战利 是真正的人间主宰 官雅脸色无比凝重 摇了摇头 不对 恐惧天王比三道山娘娘要强 强很多 水神宫的公主曾经与恐惧天王交过手 谁也没能奈何谁 恐惧天王拥有盟主级的战力 傻 张元清大吃一惊 恐惧天王是半神 不对啊 我看过他的基础资料 不是巅峰主宰吗 官雅摇了摇头 这就不清楚了 而张元清则想起了连三月那里打探到的信息 邪恶职业没有半神 半神是手续职业里的一个阶段 而非称号 邪恶职业没有半神这个阶段 但拥有半神级的战力 所以恐惧天王虽是主宰 却能比肩半神 这和他所知的情报是吻合的 恐惧天王居然亲自来见江湖剑豪 可见他对高天原有多重视 这也说明 我之前的推测是对的 高天原里隐藏着西式珍宝 半神级强者都重视的珍宝 所以当年始皇帝才会派徐福出海 如果恐惧天王要来 那这个任务的危险程度 就不是几千万能搞定的 张原青心里默默地想 这时 吟瑶郡主举住小喇叭说道 你们的面向乌云盖底 引有血光 但还没到实死无生的地步 如果真的遭遇了恐惧天王 不会是这样的面向 当然 涉及到高位主宰 乃至人先 星象术未必精准 何去何从 而等思量小圆淡淡的 与其在这里废话 不如听听后续的内容 张原青当即闭嘴 一起看向谢灵溪 谢灵溪保持着监听状态 附述着谈话的内容 血影狂刀说 我暂时还没联系上恐惧天王 这位天王崇尚无拘无束的自由 他在夕阳下自由奔跑的时候 手机是关闭的 但他还算尽责 会定期联络总部 处理公务 我已经将高天元的信息汇报上去 恐惧天王只要联络总部 就会立刻赶来江湖剑豪说 请务必抓紧时间 如果长时间取不回高天元钥匙 千赫祖会把这件事汇报给天法 若是天法参与 恐怕兵主教也难逃到便宜 我记得兵主教有四位天王 血影狂刀说 啊 这相信我 江湖军 恐惧天王是四大天王里相对靠谱的 另外 兵主教现在有五位天王了 而且我是恐惧天王的下属 如此重要的信息 不能汇报给其他天王 再等等 如果今晚恐惧天王还没来 我会致电总部 汇报给三位天王的 血影狂刀说 江湖军 你的焦虑我很清楚 但我要告诉你 除了抹眼天王 恐惧天王是几位天王里 杀心最弱 最讲信义的 前段时间的杀戮副本里 他与白虎兵重的元帅打了的赌 输给对方一件规则类道具 换成其他天王 早就赖账了 谢灵溪一字不漏地说出监听内容 呼 突然觉得兵主教的天王性格缺陷严重 竟是件如此美好的事 感恩天王们的不靠谱 张元清如是重负 道 小元 你立刻开谈做法 为行动祈福 现在动手骂 银瑶郡主举住小喇叭 不 不是现在 等晚宴结束 张元清说 现在出手 就是直面两名五级 虽然战力上我方占优 可终究无法形成碾压 很容易让两人逃脱 小元当即进入卧室 准备开谈事宜 十几分钟后 他神戎略显疲惫地出来 嗓音清冷悦耳 完成了似乎是祈福得到了效果 窗边的谢灵溪突然欣喜到 江户健豪说 今天的晚宴到此为止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想用美人了 众人立刻看向监控画面 只见江户健豪拥着一名妙龄女郎 起身离席 穿过廊道 登上楼梯 进入二楼靠窗的房间 李淳峰连忙切换监控视角 电脑屏幕只剩下两个格子 左边是餐厅内继续饮酒的血影狂刀 右边是江户健豪的房间 动手骂女王问道 不 再等等张元清盯着电脑屏幕 说话间 江户健豪已经在 妙龄女郎的服饰下脱光衣服 他粗暴地把女人推倒在床 撕掉衣物 抄起两条腿 熟练地开始律动 电脑屏幕前 众人默默看住原始天尊 气氛沉默中带点尴尬 张元清脸色不变 沉稳道 这种时候 男人的警惕性是最弱的 因为血液都汇聚到了特定部位 大脑攻穴降低 思维能力减弱 嗯 是时候动手了 如果江户健豪不够持久 等他进入闲者时间 反而不利小元白了他一眼 二话不说 直接进入卧室 准备阻杀 李淳风轻敲回车键 让监控内的画面进入暂停 庄园监控室的画面和这边一样 几分钟内 应该不会有人察觉出问题 时间紧迫 官雅从谢灵溪手里 接过夜游披风罩上 随着张元清冲出阳台 呜的一声 强风肆虐中 隐去身形的两人 遇风而起 直扑庄园 银瑶郡主进入夜游 月下阳台 冲向庄园 娇喘声和激烈的碰撞声 回荡在房间内 松软的床铺 在压力下滋滋作响 急着微醺的酒意 江户健豪尽情地驰骋着 享受着身下女郎 温润娇软的身子 发泄助近来忐忑 焦虑的情绪 他对自己前途 是有一定担忧的 与兵主教结盟 等于与虎谋皮 可他没有选择 他年少时曾在北方游历 急着交流 学习的名义 混迹过一段时间 从而结识了血影狂刀 血影狂刀知晓 他千赫族的身份 友谊结交 金钱美色搭桥铺路 两人很快熟络 而他本人也觉得 与大陆最强势的兵主教 保持联系 不是为一个扩充渠道 和人脉的方式 逃入大陆后 他以高天元钥匙 和秘密做筹码 获取兵主教的支持 统一岛国千赫族 高天元里的东西 他只取三件神器 若神器不在 便只取十分之一 而他目前能依仗 博弈的东西 并非钥匙 而是高天元的位置 钥匙虽然还在他的手里 但血影狂刀 耗费点代价 不难杀人夺宝 但兵主教 不知道高天元的位置 为了防备兵主教 杀人问灵 江户剑豪有万全之策 他有一件道具 可在死亡的瞬间 摧毁残留于体内的灵体 而以剑客的钢铁意志 同级别的雾主 难以蛊惑他 因此 他安安稳稳地 在这里住了下来 江户剑豪如今只能相信 恐惧天王 如传闻中那样 是个讲信义的 不然他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这是一场豪赌 但自古以来 哪一位制霸天下的王者 没有过这类豪赌 赌赢了 天下归我 赌输了 回归临近 这是强者必须承担的风险 但这种担惊受怕的处境 给了江户剑豪巨大的心理压力 他需要靠久和女人来发泄压力 一阵急促到近乎夸张的碰撞声里 与人婉转的低音变成了尖锐的哭叫 江户剑豪的情欲攀升到顶尖 就在他打算痛痛快快宣泄出来时 窗外刮起了大风 下一秒 窗户哐当碎裂 无数稀碎的玻璃扎爆射 爆碎的玻璃碎片中 一点寒芒亮起 剑气引满室内 瞬息而起 瞬息而至 刺向江户剑豪的心脏 换成瓶时 江户剑豪在狂风刮起的瞬间就会警觉 但有了小元的祈福 加之他处在喷涌状态 反应慢了一拍 只来得及侧身 避开了刺向要害的遗迹 扑 青铜剑刺入江户剑豪的胃部 从背后贯穿 江户剑豪顾不上疼痛 身体往后一趟 脱离青铜剑 臀部肌肉一股 右腿朝天一踹 啪的一声 空气被踢出暴响 他结结实实地踢到了袭击者 一道身影重重撞在墙壁 是一位扎着马尾边的混血美人 他右手持剑 左臂诡异的弯折 疼得翘脸发白 面对同职业的剑客 关雅的剑术 格斗即便强于对方 但也不可能呈现压倒性的优势 而相差了一级 对方的速度 力量 则能碾压四级的关雅 不借助机品道具的情况下 五级剑客能在30招内击杀四级剑客 像张元清这样机品道具一大堆的 终究是个例 五级事后 经验值在50%以上 张元清看到关雅骨折的左臂 大致判断出江湖剑豪的水准 身披阴阳法袍的他 立刻挥出两道锋刃 交错着斩向从床铺滚落在地的江湖剑豪 咔嚓 咔嚓 地砖留下两道深深的斩痕 而江湖剑豪提前洞察了危机的到来 翻滚避开 他没有缠斗的想法 赤身冲向房门 欲与血影狂刀会合 刚奔出两步 一道梦幻般的星光自门口升起 拦住去路 原始天尊 江湖剑豪一愣 千赫祖一直有收集五行盟的情报 自前野良通关杀戮副本后 千赫祖愈发地重视这位年轻天才 收集到了他的肖像 作为千赫祖曾经的副组长 他一眼就认出了原始天尊 惊恶的念头一闪而过 江湖剑豪从物品栏召唤出一柄血量的武士刀 功不前倾 劈砍 剑气竖斩而下 剑客震慑的影响下 张元清心神一震 竟升起不能与之为敌的念头 连忙召唤出紫雷顿 朝天一举 弧形的刀锋在原顿上展出刺目的火星 江湖剑豪正要下蹲横扫 斩断原始天尊的双腿 眼前忽然劈啪作响 亮起紫色电弧 他猝不及防 被反弹的电弧劈到 神区微微僵硬 关雅 张元清大喝一声 同时 他眉心亮起暗黄色的光韵 迅速蔓延整张脸 黑红两色描绘出暴躁好斗的脸谱 黄脸 身体素质 技能强度增幅20% 手里的紫雷顿融化 凝成小南瓜 狠狠垂向江湖剑豪 登登登 关雅迈着大长腿狂奔而来 踏步沉重有力 宛如一头矫剑的磁豹 手里的青铜剑引满剑气 发出轻悦的龙吟 处在麻痹状态的江湖剑豪 微微扭头 舌尖一弹 秀 一柄漆黑袖珍的苦吾从他口中吐出 内蕴剑气 呼啸击射 暗器味道 剑气已经削断关雅的额发 前奔中的他仓促顿足 竖起青铜剑阁挡 叮 苦吾反弹 插入天花板 关雅手里的青铜剑正颤不止 险些脱手 以暗器逼退女剑客后 江湖剑豪的麻痹时间恰好过去 此时他已经来不及闪避 原始天尊的攻击 只得横刀割打 他对自己的武器很有信心 玉切是千鹤组六大名刀之一 胜者品质的道具 以韧性和锋利著称 即便是同级别的山神 他也能施展破制 而超强的韧性 在关键时刻能当防御道具使用 挡住敌人这一波攻击 他会让原始天尊这个夜游神知道 剑客的近战有多可怕 当 以剑刃著称的玉切 在小南瓜的锤击下 瞬间弯折 刀身高速震颤 继而折断 小南瓜于是未摔 重重锤在江湖剑豪胸口 江湖剑豪胸口凹陷 眼前一黑 剧痛险些让他失去意识 他重重撞在墙壁上 粉刷雪白的墙壁咔嚓军裂 逃 赶紧逃江湖剑豪危机感大涨 余光中 他洞察了原始天尊手臂肌肉的纹起 判断出他的攻击轨迹 没有犹豫 贴着墙壁旋转 砰 张元清的小南瓜垂空 砸碎了整面墙壁 江湖剑豪以剑客的钢铁意志压下伤势 弓部下跨 短刀平举到头顶 沉沉低吼一声 天下皆兵 他脚下陡然冲起强劲的剑气 扩散成笼罩整个房间的场域 枕头 棉被 花瓶 百剑 相框 逐一浮起 引满剑气 短刀豁然斩下 飘在半空的物件 化作最灵厉的剑雨 笼罩了关雅和张元清 而他本人 则飞越过床铺 撞窗逃走 这么密集的攻击 水鬼的被动撑不过去 张元清想也没想 赶在攻击到来前 一个新盾数消失 至于关雅 他并不担心 关雅是受伤不重 状态还在巅峰 以赤后的洞察术 这些攻击难不倒塌 餐厅里 狂风刮起的沙纳 血影狂刀便已警觉 退出而起 进入戒备状态 旋即 他听见了二楼传来玻璃爆碎的巨响 目标是江户军 千鹤组的人 还是天法 这股狂风应该是天法血影狂刀探手一抓 一柄四尺长的血色长刀落入掌心 他双膝一沉 正要撞破天花板冲入二楼 耳边忽然响起银银般的笑声 嘻嘻 来玩游戏啊 一道女童的影子出现在餐厅 贴着地面游走 攀附到他后背 刺骨的寒一袭来 手臂僵硬 腰部不受控制地往后躺 血影狂刀冷哼一声 气血滚滚涌动 肌肉快快闻起 稍一发力 便压制了恶灵的附身 这时 一个蒙住眼睛的女人出现在餐厅 准确地拿起筷子 刀叉 将烟红的胭脂抹在上面 刀叉 筷子迅速扶起 齐齐对准血影狂刀 哼 血影狂刀双眼亮起星红的光 脸旁的符纹旋即发光 那些刚扶起的刀叉 筷子 叮叮当当地坠落 附身在气聚上的怨灵 被蛊惑压制了 站在桌边的女人不慌不忙 抬指虚空画符 太阴之力游走虚空 宁而不散 女人屈指轻弹 俘虏穿透长刀的斩机 直挺挺地印在血影狂刀的脸上 眼里的血光瞬间暗淡 脸旁的蛊惑皱纹也熄灭了 刀叉 筷子再次浮现 暴雨般的定向血影狂刀 呼吃 呼吃 江户剑豪坠入院中 立刻奔向庄园大门 并声嘶力竭地咆哮道 嫡妻 嫡妻 话音方落 他看见庄园外 一头身高四米的可怕狼人 在月色下狂奔而来 第410章夺宝撤退 此时是晚上八点 只守在庄园的蛊惑之妖们 玩女人的玩女人 喝酒的喝酒 尚未休息 有的早已被战斗的动静吸引 拎着武器奔出屋子 有的直到江户剑豪发出求救声 才意识到嫡妻 后知后觉地奔出院子 查看情况 官方的人杀来了吗 特么的 跟他们拼了 长春分布那点人手 还想清剿我们 草 什么东西 狼人 好 好可怕的气息 刚还气势汹汹奔出屋子 冲入院内的蛊惑之妖们 齐齐顿住脚步 狼人虽然缺乏强力技能 但气息是货真价实的五级 杀两级 三级的蛊惑之妖 就像捏死虫子一样简单 月光下 狼人四肢如飞 强壮的脊背随着奔跑起伏 爪子踩过的地面 迅速凝上白霜 血影狂刀已经被拖住了 外面还有一个 身受重伤的江户剑豪 心里不由升起绝望 他仓促间停住脚步 那道狂奔的巨兽尚未抵达 冰霜率先爬上他的裤管 带来彻骨的寒意 冰霜 克制我的近战能力 江户剑豪心里再次一沉 他眼里映照出狼人的肌肉起伏 行动轨迹 洞察出他的攻击 江户剑豪不退反进 主动奔向狼人 双膝突然一跪 身子后仰 带着惯性滑行 而恰好此时 狼人扑了出去 他竭力地探出爪子 想拦截身下滑过的人类 但江户剑豪再次预判了他的攻击 侧头避开 一人一狼平行掠过 狼人扑了个空 重重摔在地上 附下鲜血喷剑 肠子摇摇欲坠地挂出伤口 刚才交错而过时 江户剑豪催动剑气 切开了他的腹部 若非狼人毛发坚硬 防御力惊人 此时早已被偷成两半 另一边 江户剑豪起身 拄着半截武士刀 大口大口喘息 他的脸颊 胸口和手臂多处凝住寒霜 冰冻反而消除了他的疼痛 冻结了他胸口的贯穿伤 但这并不是好事 寒意侵入身体 麻痹四肢 让他的站立再次下滑 没有疼绝的狼人再次扑了过来 腹部的伤口冻结 鲜血化作红色冰晶 锤挂下来的肠子 也被包裹在血色冰晶里 江户剑豪大口喘息 竭尽所能地吞吐氧气 他握刀的手青筋凸起 迎向狼人 这一回合 他必须斩了这头狼人 否则等原始天尊和女剑客出来 他必死无疑 就在这时 持刀几奔中的江户剑豪 胸口猛地一通 宛如心梗 手脚瞬间失去力量 踉呛几步 拄着刀半跪淤地 狼人张开闲夜淋漓的血盆大口 咬向江户剑豪的脑袋 当事时 只听远处窗户哗啦爆碎 一道血色残影鸡舍 带起刺耳的破空声 从侧面贯穿狼人腰部 把他钉在地上 那是一柄长刀 刀身刺入狼区 只露出半截刀柄 抓住机会 江户剑豪 迸发出身体里的潜力 双手握紧半截武士刀 高举于头顶 豁然斩下 这一刀 他凝聚了体内所有的剑气 匹炼般的弧形剑气斩出 沿途的青石板纷纷军裂 草地离开 露出黑色泥土 剑气之灵力 远处的蛊惑之妖 汗毛应激竖起 噗 狼人的脖梗裂开 头颅和身躯分离 他旋即停止了挣扎 成为一具尸体 另一边 血影狂刀从破碎的窗户里扑出 他的眼睛瞎了一只 钢铁胶筑般的身躯 遍布爪痕 瘀痕 他刚跃出窗户 身后立刻追出一名断臂少女 他的身躯像是遭受了 乱刀劈砍的萝卜 东缺一块 西缺一块 诡异的是 他竟然还活着 伤口没有流出鲜血 而是溢散出一缕缕太阴之力 你先躲到我的物理休养 看老子反杀这群杂碎 血影狂刀咆哮倒 说话间 他张口一吐 一缕浓浓的白雾 从他口中喷出 迅速蔓延 淹没了院子 淹没了花圃 淹没了建筑 浓雾是物主最可怕的技能 身在浓雾中 物主便利于不败之地 等借助木妖的道具稳定伤势 再配合血影狂刀反杀这群杂碎 可恶 我要是有圣者品质的治疗道具就好了 江湖剑豪眼睛一亮 在绝境中看到了曙光 立刻拎着短刀奔向队友 突然一道璀璨如梦幻的星光升起 出现在浓雾中 原始天尊江湖剑豪并不慌张 因为浓雾笼罩了这片区域 他高喊道 狂刀 原始天尊在这里 袭击我的人就是原始天尊 杀了他 你会得到难以想象的奖 呜呜 凄厉的风啸声在庄园内响起 平地刮起飓风 将草屑 泥土 树枝 落叶 以及浓重的白雾 齐齐卷上天空 刚刚还被浓雾笼罩的庄园 瞬间雾散云开 江湖剑豪表情瞬间僵硬 继而绝望 栗子卡在喉咙口 怎么也吐不出来 该死 血影狂刀爆了声粗 他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之前那股狂风让他猜测敌人很可能是天法 但随后的战斗里 狂风没再掀起 风法师的技能也没再出现 这让血影狂刀抱有一丝侥幸 原始天尊 既然来了 你就别想走 恐惧天王马上就到血影狂刀内下探出两对手臂 化作残影扑向张元清 他万万没想到 袭击者竟然是原始天尊 惊恶之余 又不免振奋 原始天尊是以四级之躯 击身地绑名单的官方天才 邪恶组织给出了堪称天价的报酬 杀他一个 能养活下属和自己三年 张元清对身后袭来的敌人视若无睹 盯着江湖剑豪 笑咪咪道 我刚才用星象术看过你的面相 你死定了 天王老子来了也就不了你 不幸你看身后他胜券在握 今晚的暗杀行动非常顺利 在房间里重创了江湖剑豪 任务就已经完成 千鹤组缺乏强力道具 江湖剑豪不可能拥有圣者级的回复道具 更不可能拥有生命原液 而剑客是高输出低血条的职业 一旦重创 必死无疑 你才应该看身后 江湖剑豪力喝道 话音落下 嗡嗡之声大作 像极了某种昆虫的震翅声 但音波大了无数倍 下一秒 狂风袭来 江湖剑豪看见直线狂奔的血影狂刀 朝一侧倒飞出去 重重撞在别墅的墙壁上 轰 整栋别墅都在颤抖 破倒血影狂刀的是一个身披轻甲 高挑性感的疯女 她脸庞黑黄相见 瞳孔纯黑 五官美艳妖异 额头是两根弯曲的处须 疯女双足死死勾住血影狂刀 饱满的丰富异股 尾后吐出泛住有黑光泽的针 倾听点水般刺在血影狂刀胸口 一击得手 她立刻正式飞起 赶在两对虚幻的手臂和抱前 脱离了血影狂刀 风形态的战斗方式就是这样 依靠可怕的速度 浮以毒针袭击 来无影去无踪 但不能近战 近战必死 啊 血影狂刀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她像是被破了一桶滚油的人 盘身而起 双手胡乱挥舞 惨叫着奔向远处的下属 她中了致命的毒素 现在能救她的 只有蛊惑之妖的被动失血狂暴 通过杀戮掠夺生命力 惨叫声四起 当场就有三名蛊惑之妖被她杀死 迎遥郡主和小元追逐住血影狂刀 又 又一位圣者 江户剑豪心里一片冰凉 充满了绝望 这时听见了粗重的低沉的呼吸 后背泛起一层凉意 狼人还活着 这个难以置信的念头在她心里一闪而逝 凭极剑客的本能 她悬身挥出断刀 暗淡的剑气扫出 钉钉两声 斩中锋利的狼爪 剑气火星 巨大的力道打飞了断刀 江户剑豪来不及去看死而复生的狼人 借力侧向翻滚 弹身而起 朝住庄园外跑去 她的身体已经濒临极限 现在唯一能自救的筹码 就是逃出庄园 闯入人流密集区域 以普通人的性命要挟 没有临近行者愿意再闹市战斗 江户剑豪 你的死期到了 一道人影从天而降 劫住去路 人未至 清脆的嚷嚷声先传来 冰霜降临 铺天盖地的寒流呼啸而来 庞府打开了极地之门 松软的地面迅速化为洞土 草坪挂上白霜 变硬变脆 空气中的水分凝成冰晶 细细碎碎的漂浮 潜野良 狂奔中的江户剑豪 发出不甘的嘶吼 紧接住 江丽原地 猙獰的表情也凝固在脸上 他的身躯染上白霜 透着生命消逝后的苍白 这位身受重伤 体力耗尽的剑客 在无余力挣扎 回归了临近 潜野良大步上前 手中冰破刀横扫 江户剑豪身躯四分五裂 没有鲜血流出 张元清走到尸体边 眼眶漆黑涌现 一 灵体烟消云散了 原始军 东西到手了吗 潜野良 期待又紧张地问道 张元清问一声 指了指鼓囊囊的肚子 在这里他之所以没有立刻追赶出来 就是在房间里驱使小豆比寻找高天元钥匙 高天元钥匙是古代流传下来的物件 非临近物品 因此无法收录物品安 而江户剑豪是赤身裸体逃出去的 所以高天元的钥匙一定藏在别墅里 最后 他和关雅追寻着小豆比 在衣柜的保险箱里 找到了预盘 可惜灵体湮灭了 问不出高天元的位置 张元清看向了江户剑豪的右手 那里有一枚乌黑的戒指 疑似道具 是这件道具摧毁了灵体 他当即让潜野良收起戒指 转身冲着与血影狂刀激斗的银瑶郡主 小元 吼道 撤退 虽然大家齐心协力 也能干掉血影狂刀 但没必要 一方面 物主的善战和持久力 要强于剑客 另一方面 谁知道恐惧天王什么时候来 恐惧天王来了 就是团面 东西已经到手 任务完成 没必要让大家冒险 虽然星象术显示大家无血光之灾 但星象术对半神级强者有没有用 会不会受到干扰 还是个未知数 小元迅速冲天而起 在温温的震池声里 隐于夜色中 银瑶郡主则化作星光消散 张元清抓起关雅御风而起 后者把夜型披风丢给了前野良 一群人迅速撤离 云海之上 弯流机舱里 众人围在桌边 审视着碗口大的浴盘 浴盘成深青色 表面暗沉光滑 露刻着云纹 火焰 中央雕刻住 形似燕子的黑鸟 没有物品信息 这东西真的能打开传说中的高天员 骂谢灵溪看向岛国的同龄人 前野良很实诚地摇头 不知道因为不久前的监听 大伙都知道了高天员的存在 张元清获得前野良的同意后 将事情真相告知队友 李淳风听完就激动了 但他激动的不是高天员里的宝贝 而是认为 此事值得深入研究 并写一篇让同行们震惊的论文 好了 东西先由我保管 等到了高天员 我再拿出来张元清霸道地收起预盘 女王则忧心忡忡 现在就希望咱们能安全回到松海 别被恐惧天王空中截胡 呸呸呸 乌鸦嘴 谢灵溪扭头催他一通 众人撤退后 酒店也没回 立刻前往机场 搭乘父亲羊的私人飞机逃回松海 小元淡淡道 恐惧天王是半神机强者 逃回松海又怎样 凭父亲羊和五位长王 能挡住他 张元清汉手 这确实是个问题 等回了松海 再与父亲羊商量 梁将 你有什么看法 可 可是 你答应我们不告诉五行盟的 钱也良弱弱地说 放心 我只说招惹了恐惧天王 不会透露高天员的任何情报 张元清义正词言 你难道不相信我的吗 我是拥有高尚品德的武士 好 好吧 钱也良只能同意 玄机高兴起来 任务完成 我要向组长汇报喜讯 抓着手机往机舱后的休息室行去 张元清顺势起来 道 我去看看银瑶郡主 银瑶郡主伤势颇重 目前在休息室休养 刀枪不露的殷尸体魄 也扛不住蛊惑之妖的破甲 他独自拖延了血影狂刀许久 身躯已然千疮百孔 最棘手的是 郡主属于无根扶贫 一身灵力 只出不尽 用一点少一点 张元清的打算是 正好借此机会 把银瑶郡主 练成属于他的殷尸 温养他的肉身 还能派他前往高天园 双银 远离春城的农村 一栋平房里 逃亡至此的血影狂刀 坐在昏黄的灯光下 大口吃着屋子主人 奉上的韭菜 这栋屋子的主人 已经成了他的奴仆 长途奔波 耗尽了他的体力 身体的毒素 还没清除前进 现在的他极度虚弱 叮叮叮 手机铃声响了 血影狂刀摸出手机 来电人 恐惧天王 第411章 父亲羊的操作 恐惧天王的电话 血影狂刀惊喜不已 同时又有些抱怨和愤怒 这通电话 早四五个小时打过来 局面就完全不同了 他接通电话 声音低沉 天王 我刚收到你向总部传达的情报 但你在春城的据点被抄了 立三层外三层 全是春城分部的人 恐惧天王的声音 颇有雌性 带着不疾不徐的优雅 说完 他突然嘖嘖道 你刚才这语气 你在埋怨我 血影狂刀心里一惊 不自觉地起身 垂住头 摆出听讯的姿态 惶恐道 属下不敢 别紧张 埋怨是你的自由 我从来不会限制别人的自由 你就算想杀我 我也给你个赞 恐惧天王笑了笑 继而问道 谁干的 血影狂刀咬牙切齿道 是原始天尊 是他杀了江湖剑豪 夺走了高天元的钥匙 天王 高天元里藏着西石珍宝 那是连始皇帝都渴望的珍宝橘色的灯光中 他的脸庞以愤怒而争鸣 您一定要杀了他 夺回钥匙 原始天尊 又是他 这小子难道跟我们兵主叫天生相克 恐惧天王叹了口气 抹眼培养的李显宗 因他而死 抹眼因他囚禁 色欲因他而死 一个小虫子居然如此个手 行吧 我去松海走一趟 会会五行萌的小天才 他撤退多少时间了 接近四个小时 他未必还在春城血影狂刀说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妙恐惧天王笑呵呵的挂断电话 前野良关上卫生间狭窄的门 抓起坐便器旁配备的卫星电话 拨通了组长的号码 那边立刻就接通了 似乎一直守着电话 话筒里传来组长低沉中 带着急切的声音 梁将 任务完成了马 高天元的钥匙夺回来了马 前野良用力点头 组长 原始军已经帮我们夺回钥匙了 江湖剑豪 由我亲手斩杀 语气正中严肃 又带着一丝丝的妖功 呼 前野良听见话筒里 传来了悠长的吐息声 像是吐尽了所有的焦虑 担忧和不安 接着 会长的声音再次响起 不再低沉凝重 而是爽朗的笑声 很好 原始军是个品德高尚 且能力相当出众的武士 他兑现了沉默 梁将 你立大功了 等你回来 千赫祖为你设宴庆祝 如今江湖剑豪这个叛徒死了 副组长的位置 我觉得你可以胜任 前野良小心脏 砰砰狂跳起来 兴奋的脸蛋 泛起红韵 副组长是千赫祖 真正的高层 不能动调动组里的 临近行者 政府资源也可以随意调用 爸爸妈妈见了他 也得恭敬地 称一声前野组长 谢谢组长 我一定好好工作 不辜负组长和大家的期待 前野良在洗手间里 不停地鞠躬 气势浑厚地发誓 要是在你那里嘛 神户一郎 画风一转 要是被原始军 保管着前野良 气势宜弱 我就知道 神户一郎 语气不由的低沉 这个原始天尊 对高天元有所图谋啊 希望他能记住自己的承诺 梁将 我们不能放松警惕 此事在他预料之中 钥匙就是原始天尊的筹码 不可能交还前野良 只希望这位五行盟的 天之骄子 能按照约定 派殷师前来倒国 而不是坐地起驾 如今要是夺回 叛徒击毙 接下来又是新一轮的博弈 前野良 叶如一下 族长 还有件事要向您汇报 说话不要吞吞吐吐 神户一郎的语气 严厉起来 是 前野良大声回应 当即把埋伏过程 详细地汇报给族长 有些忐忑到 我们正在飞往松海的途中 即将抵达松海 但大家都很害怕 万一恐惧天王清零松海 以松海分布的实力 完全无法对抗 说完 前野良又听见了 话筒里粗重的呼吸 族长 他小声试探 巴嘎 神户一郎愤怒地咆哮道 江户剑豪死有余辜 他竟然与兵主教有勾结 居然把复兴迁鹤族的秘密 透露给兵主教的恐惧天王 巴达巴达巴达 族长情绪失控了 前野良低住头 吓得不敢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 神户一郎平静下来 急声问道 原始天元使君怎么说 前野良小声道 原始君说 他会向上级反映情况 但不会透露高天元钥匙 只说自己招惹了恐惧天王 另外 他还说 希望尽快完成合作 实则生变 神户一郎都已经做好 向天伐汇报的准备和觉悟 闻言 心里微松 原始君说的没错 不能拖延 必须尽快进入高天元 否则恐惧天王会找上门来 你告诉他 明日我在千鹤族总部 恭候大驾 如果原始天尊 真能如他所言那般 隐瞒高天元的存在 向五行盟总部求援 那他付出的代价 将是巨大的 将高天元的秘密汇报上去 五行盟便会插手此事 那么摆平恐惧天王 就不是替原始天尊擦屁股 相反 原始天尊非但无过 反而有功 反之 隐瞒高天元的存在 等于是原始天尊 主动招惹了恐惧天王 然后五行盟擦屁股 半神级的敌人 需要承担的风险和危机 可想而知 原始天尊作为始作俑者 官方一定会处罚 结束通话 钱野良放下话筒 走出卫生间 他环顾一周 发现原始君不在舱内 众人神色平静 便没多问 一副什么事也没发生的 回到自己座位 刚坐下 就听对面的同龄人 笑嘻嘻道 恭喜升职啊 钱野副组长 钱野良一愣 气道 你 你偷听我打电话 谢灵溪俏皮的模仿 钱野良的语气 谢谢组长 我一定好好工作 不辜负组长和大家的期待 你喊得那么大声 谁都听见了 李淳风平静的补刀 我一个听力普通的学士 都隐约间听到了 谢灵溪 哈哈嘲笑道 你的保密工作 做得这么差劲 千赫组是脑子抽风了吗 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钱野良 小脸 仗得通红 听着同龄人的数落 又委屈 又羞脑 气呼呼的不理他了 比起谢灵溪 这个钱野良 就过分单纯了 虽然有点小聪明 小心机 但还需要历练 原始故意跟他说 自己能摆平恐惧天王 就是想通过他 传达给千赫组 制造压力 他大概还要很久 才能反应过来 官雅摇摇头 愚蠢的小和福子 没什么威胁 原始哥哥 才不会喜欢蠢女人呢 谢灵溪心想 看来这丫头 没什么威胁啊 虽然是个圣者 但过于稚嫩 我差点以为 又是一个竞争对手 女王悠闲的喝住饮料 把钱野良 从敌人名单中抹出 小元闭目养神 一言不发 窗外漆黑一片 看不见星辰和月亮 休息室里 张元清坐在床边 望着盘坐休养的 银瑶郡主 郡主 你的红眼都暗淡了 太阴之力耗损不少啊 张元清关切地说 我很担心郡主的身体 想为你度入太阴之力 却无能为力 银瑶郡主身上的刀口 已经修复 那条断臂也已经接续 他为此付出了 惨重的代价 他掉急了 一身浑厚的太阴之力 耗损巨大 从五级削弱至四级 银瑶郡主闭目盘坐 沉默不语 张元清满脸愧疚 语气心疼 娘娘把你托付给我照顾 让郡主受如此重的伤 是我的失职 是我的责任 郡主 我想补偿你 银瑶郡主睁开眼 红铜暗淡 拿起小喇叭 一语道破 你想把我练成阴师 张元清点点头 情深意切 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你在现世无法修行 每次战斗都是损耗 难以长久 成了我的阴师 太阴星辰之力便可共享 我是灵进行者 我的灵力能自行恢复 银瑶郡主 淡淡道 你可以为我购买富含 太阴之力的材料 为密法炼化吸收 一样能恢复 啊这 我讨厌有脑子的阴师 张元清 差点表情僵住 连忙长须短叹 郡主 囊中羞涩啊 你也看到了 我已经穷到 未屈屈黄白之物 抛头颅洒热血 胜者品质的材料 价格高昂 光是让您恢复巅峰 就已经是天价 更何况以后 你可千万不要以为 我是心疼钱 我原始天尊 不是那样的人 就是上有老 下有小 你未成婚 哪来的小 小豆比算不算 张元清痛心疾首 家里有个智障小姨 世代如婴儿 迎遥郡主沉默不语 也不知听没听进去 伴上 他握着小喇叭 欲解阴淡淡的 不必多说 我知道 你早想把我说为己用 只是不好强迫 师尊让我回归现世 亦是这个意思 是我不情愿罢了 停顿一下 他说道 但这一天迟早会到 以我对师尊的了解 你下次进入灵境 他必然问询 若知我靠命不从 他不会饶恕我 近日来 我在你府上待得还算舒适 我可以答应成为你的英师 但你要与我约法三章 好吧 你已经把我看透了 也好 省得废话了 张元清道 郡主您说 迎遥郡主 把小喇叭举了举 一 不能强迫我做事 二 我可以为你征战 但并非你的奴仆 你我平等相处 保持原样 三 未经我允许 不得掌控我的身体 我知道海外有一职业 能签订契约 你寻来道具 张元清细细品味了一下 这我没道 不能强迫你做事 过于笼统 请郡主明言 比如 他现在遇到了大危机 需要英师协助战斗 但迎遥郡主 一看敌人危险 不愿战斗 扭头就跑 这样肯定不行 迎遥郡主沉默好久 似乎有些不愿启齿 很久后 小喇叭里传来预解音 不 不能让我 事情 张元清脑子里 闪过一连串的问号 心说郡主 看来你没有看透我 不然何以对一位武好青年 产生这般扭曲的误解 你以为我是魔君吗 我要是魔君 大概率会在飞机上 要求跟你来个一日千里 但我是正直的原始天尊 郡主莫要说笑 我出身书香门第 官宦世家 自有之书达理 岂会做这等丧尽天良之事 张元清义正此言 如此甚好迎遥郡主 放下了小喇叭 松海国际机场 弯流落地后 一行人风风火火地奔出飞机 庞扶再慢一步 飞机就会爆炸似的 也没让百度车街 飞奔着穿过滑道 停机坪 冲入机场内 看到黑压压的人流 这才如是重负 此时已然深夜 但航班往返间 旅客众多 人流还算密集 便是恐惧天王 也不敢大开杀戒 暂时安全了 谢灵溪嘟囔道 你们先找个酒店住下来 别回傅家湾 等我和老大谈完 看情况而定 张元清背住双肩包 挥别队友们 独自返回傅家湾 他在飞机上 已经联络过傅青阳 说自己招惹了恐惧天王 傅青阳不愧是傅青阳 淡淡道 小事 先回来张元清 一下子就有安全感了 当他回到傅家湾 来到书房 看见傅青阳 正坐在书桌后看书 说说怎么回事 剑惹了天大麻烦的下属回来 他也不生气 气场稳如老狗 张元清立刻将高天元的秘密 一五一时地告诉傅青阳 傅青阳听完 陷入沉默 见主心骨迟迟不语 张元清低声道 老大恐惧天王绝对不会甘心的 他若来了松海 我们怎么办 傅青阳轻轻吐出一口气 语气依旧淡然 以恐惧的实力 他能踏平绝大部分的分布 但从未这般做过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就等于和手续阵营决战了吧 张元清说 傅青阳汉手 这就像核武器 通常只做威慑 不会动用 一旦动用 就是世界大战 你死我亡 半神级强者亦是如此 恐惧虽强 亦非无敌 我们不用担心 他在松海大开杀戒 但要防备他的针对 此事好办 通知总部 让盟主盯一盯松海 便是张元清欲言又止 盟主会答应吗 这毕竟是我闹出的事 除非把高天元的秘密 汇报给总部 汇报给总部的话 你大概率连口汤都喝不到 千鹤族也不会让五行盟插手 会第一时间汇报给天罚 傅青阳摇头 那怎么搞 我的脸应该没这么大吧 张元清心说 然后 他就听傅青阳淡淡道 我会向总部汇报 说原始天尊在春城剿灭了 兵主教的一个据点 从兵主教成员那里得知 恐惧天王欲集结高手 袭击松海 就出魔眼 魔眼惹出的事端 与你何干 张元清那头变败 老大英明 傅青阳满意点头 然后抓起座机 拨通楼下电话 吩咐兔女郎道 收拾一下东西 出去逼两天 他以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口吻 说出了最怂的话 挂断电话 傅青阳道 把钥匙给我看看 张元清当即解开背包 取出王口大的玉盘 双手奉上 傅青阳没接 见到玉盘的沙纳 瞳孔一缩 第412章 秦峰学院和高天元的联系 老大 怎么了 钥匙有问题 张元清就算不是事后 也看出了傅青阳表情不对劲 在他出生问候之前 傅青阳已经收起了错愕和震惊 神色恢复平静 但目光依旧顶住玉盘 道 我在秦峰学院的文献里见过他 里面就有这件东西的手绘图 实习生初级课程学院的历史 应该是这堂课 那份文献是学院里研究 临近历史的老师根据秦峰学院 部分秦代副本的资料汇总而成 记录了许多史皇帝使用和收集过的 疑似法器的东西张元清试探道 他本来就是史皇帝交给徐福的东西 您在资料里见过不奇怪吧 傅青阳汉手 是不奇怪 但我还在别的地方见过他 你能一口气把话说完吗 张元清心说 傅青阳看他一眼 当年我和林军结束实习期 一起进的秦峰学院 他贪恋娇人女王的美色 被娇人族困在湖底围杀 那次其实我也在 当然我是去救他的 学院老师和娇人女王激斗时 阵列了湖底的崖壁 我看见石块脱落后 露出两扇石门 石门缝隙中间 有一个圆孔 尺寸 图案和高天元钥匙一模一样 他很少说这么多话 但能让钱公子喋喋不休的 必然是大事 事后 我查阅了秦峰学院里的资料 没有找到那扇石门相关的信息 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才从那个垃圾口中 得知秦峰学院里 还有一个隐藏副本 傅清阳缓缓说着 但不知为何 百花会一直没有完成 这件隐藏任务 元帅倒是对你不错 啥事都跟你说 张元清差点没反应过来 垃圾指的是谁 他咀嚼着话里的信息 惊恶又茫然 这到底是高天元的钥匙 还是秦峰学院那扇石门的钥匙 或者 秦峰学院和高天元 还有助更深层的联系 我无法给你答案 需要你自己去探索 傅清阳望着预盘 这 或许就是百花会一直 没解开隐藏任务的原因 因为缺少任务物品 那这个钥匙 就不能还给千鹤组了 品德高尚的原始天尊说道 但这样毫无疑问 会激化矛盾 让千鹤组破罐子破摔 透露给天罚 接下来就是天罚 和五行萌互相扯皮 没有正直的原始天尊 什么事了 傅清阳思索几秒 给出意见 先去一趟高天元 看看里面藏了什么 距离这一期的 秦峰学院培训班开课 还有两天 时间足够了 拿到高天元里的宝贝后 你再向千鹤组借用钥匙 如果他们不同意 就让出一些利益 在以恐惧天王要挟 拿到高天元宝藏后 钥匙对他们意义不大了 借用的成功率极高 张元清难以置信道 老大不愧是老大 什么问题都难不倒你 世人都说我智慧超群 擅长攻略S级 但他们不知道 我的智慧不及钱公子一半 哎 他如此感慨 这话半真半假 给他点时间 也能想到办法 但绝对做不到 傅清阳这样 念头一转 奸挤心声 钱公子在搞斗争 算人心这方面 确实很有天赋 傅清阳表情依旧冷俊 但熟悉他的张元清 能看出 钱公子有些享受 谁都喜欢听好话 因为顺耳 尤其说好话的 还是天资过人的 原始天尊 正式告一段落 张元清想起了另一件事 老大你和林军 今天出任务了 为言 傅清阳轻轻吐出一口气 包汤上的三名夜游神 被杀了 初步断定 是淳阳长教干的 这张元清 瞳孔应激反应式的收缩 脸色微变 太医们按理说 通知过助手各大分部 没有召回门中的夜游神了 怎么还如此粗心大意 傅清阳摇摇头 不是他们粗心大意 他们是在家中遇害 这就更不合理了 邻近行者的住所 向来隐蔽 比办公地点隐蔽 夜游神的反侦查手段 又多张元清 下意识地觉得不对劲 傅清阳继续道 太医门的大长老 已经召开会议 会派一支特别行动小组 抓捕淳阳长教 航程分部的高峰长老 辅助调查 此时不归我们松海 分不管了太医门 能负责此事 肯定比土怪负责要好 希望他们能终结纯阳长教 不然等这家伙成长起来 想想就让人头皮发麻 吃过一次亏的张元清 心里充满了忌惮 这时 傅清阳想起了什么 问道 你是什么时候 杀死江湖建豪的 大概七点多吧 张元清说 然后 他就看住傅清阳 拔掉笔记本插头 拎着13寸的小笔记本起身 大不昂扬地走向门口 沉声道 走吧 去哪儿 张元清一愣 现在是凌晨两点半 距离你夺走钥匙 已经过去六个小时 恐惧天王如果已经收到情报 那么随时都会过来 傅清阳冷冷到 不走 留着等死 啊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要去杀恐惧天王呢 张元清忙跟上老大的背影 一起一起 两人出了别墅 傅清阳进入豪华坐驾 急迟而去 张元清则返回别墅 取来关崖跑车的钥匙 一脚油门 在发动机轰鸣声里 窜向小区大门 商务车内 傅清阳腰杆笔挺而坐 坐以自带的折叠小桌展开 他打开笔记本 打开文档 修长的食指运箭如飞 根据原始刚才的描述 他临时杜撰了一个故事 称巡逻小队 在松海意外锁定了血影狂刀 并利用特殊手段 对血影狂刀进行追踪 一路尾随到春城 队长官雅贪攻冒进 绕过春城分部 带队攻入血影狂刀据点 虽然遗憾地失败了 但巡逻小队 无意中打探到一个情报 血影狂刀之所以潜入松海 是为了打探魔眼的情报 向往自由的恐惧天王 欲出手营救魔眼天王 特派下属来松海搜集情报 写完报告后 傅清阳发给了总部 这类弄虚作假的情报 一旦被总部发现 是要严厉处分的 但前公子并不担心 首先 恐惧天王一定会来松海 这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 恐惧绝对不会主动 向出手的盟主 泄露高天元的情报 慧先言语试探 在发现盟主不知情后 他自会认下这个误会 但这样一来 恐惧多半就知道 原始天尊隐瞒了官方高层 他后续可能会盯上原始 算是利弊皆有 至于盟主那边能不能察觉 傅清阳并不在意 如果前来阻拦的盟主过问 大不了吐露真相 如果不过问 此事就过去了 此外 傅清阳还有一点点的私心 他在尝试着 将盟主们当作棋子博弈 试探盟主的底线 试探可以将他们 利用到什么程度 这是他在圣者时 想做但不能做的 相比起进行着 头脑风暴的傅清阳 原始天尊这边 就显得活色生香 慈白曼妙的动体 安静地平躺在床上 瞳孔暗红的吟谣 郡主闭着眼 一动不动 没有呼吸和心跳的他 就像一句真正的音试 张元清审视着 郡主的躯体 他的皮肤呈现出 缺乏血色的慈白 如同一具精美的瓷器玩偶 脖梗修长 双肩浑圆 锁骨性感 胸前的软弱 宛如倒扣的宛 不算太大 但分外的亭亭玉立 紧致的小腹上 有着一条浅浅的白线 连层肚脐眼 又性感又魅惑 再往下 背脚盖住了风光 我想把你眼睛挖出来 喂狗闭着眼睛的吟谣郡主 举起手里的小喇叭 郡主莫要生气 这是必不可少的流程 本天尊也是经验丰富的张元清 就像铁匠看到了一块极品铁胚 激动不已 他打开帮派仓库 向父亲羊申请了道具使用权 叮 您的申请已被批准 请在物品栏里查看到具 他旋即打开物品栏 取出一块古老陈旧的徽章 徽章正面雕刻住 骑士长剑和审判之锤 反面是朴实的花纹 这件道具是父亲羊 从境外收购而来 给邻军勾打安妮用的 奈何事事无常 安妮没看上风流的花公子 反而对花公子的学生死心塌地 张元清握住徽章 语气低沉庄严 我原始天尊立誓 不强迫银瑶郡主事情 未经银瑶郡主许可的情况下 绝不主动掌控身体 我与银瑶郡主平等相处 绝不将他当作奴仆话音落下 徽章散发出澄澈的灰盲 冥冥中 誓言被某种力量见证 契约达成 银瑶郡主轻叹一声 他感应到这件法 其实圣者品质 约束也仅为圣者 有朝一日 原始天尊晋升主宰 誓约的力量是无法置顾他的 当然 真到那时候 他也就听天由命了 收起徽章 张元清一手捧碗 一手握笔 开始在银瑶郡主 玲珑浮托的郊区刻画林路 从此以后 我就是拥有两具 高品质音师的新官了 等进了秦峰学院 好好向赵承皇和孙淼淼炫耀一番 他心情不错地想着 次日 背住双肩包 戴着墨镜的银瑶郡主 乘坐弯流抵达江湖机场 同行的钱也良迫不及待地奔下阶梯 开心地张开双臂 清脆地大声感慨 他大姨妈 取代了银瑶郡主意识的张元清 缓步走向阶梯 黑色军靴踩出沉闷的脚步声 他穿着便于行动的迷彩军裤 黑色背心 黑色短款外套 戴着墨镜 如同参加夏令营的极品欲捷 江湖有很多天罚的特务潜伏 所以组长和副组长们 不能亲自来接待原始军 钱也良功身致歉 把脑袋的发弦露出来给原始军看 无所谓 我们现在去哪 张元清问 组长原本想在银座招待您 那里是千贺组的总部 也是江湖最繁华的地区 但考虑到隐蔽性 组长改变了主意 他已经提前在靖刚等待 钱也良说道 你直接说他在靖刚线等我就好了 不要接自己组长的短 小心将来 他逼你切负谢罪 张元清晨声道 蠢货 正确的回答方式是 你只要跟随我就好 组长已经在目的地设宴等待 你直接告诉我 高天元在靖刚线 如果我是坏人 现在就杀了你 独自前往钱也良一听 觉得有理 休脑道 好像是这样原始军 谢谢你的提醒 你真是个品德高尚的武士 他满脸感动 原始军是个很温柔的人 张元清沉稳点头 但世上不是所有人 都像我一样品德高尚 良将 你还需要多历练啊 是 靖刚线位于江湖西南方 不远 八十多公里 两人搭乘商务车前往的途中 钱也良喋喋不休地 介绍住靖刚的风土人情 历史背景 张元清这才知道 原来大名鼎鼎的热海 就在靖刚 此地最大的特色 就是温泉资源 号称温泉半岛 因为岛国圣越 国家象征的富士山就在这里 可惜 本体没有前来 不然真想体验一下 岛国的温泉 我可是看了不下二十部 以温泉为主题的教育片 张元清被勾起了许多回忆 感觉自己DNA洞啊 抛开事实不谈 他对岛国的某些元素 有着强烈的向往 回首过去 无数个深夜 他用自己的手 在一不蔽体的岛国老师们指导下 默默书写住青春的赞歌 以及 对失去孩子的愧疚和伤感 钱也良忽然发现 袁史君的表情 一下子沧桑起来 一个小时后 两人抵达目的地 商务车停在一家 古香古色的温泉馆 透过高高的屋脊 依稀看见富士山 白雪挨挨的风顶 富士山 张元清透过车窗 遥望远处的山峰 心说高天元在富士山上 神户一郎 把见面地址选在这里 肯定不是为了邀请他泡温泉 如果这是一场商务谈判 那张元清会理所应当的认为 千鹤祖是想用美色和温泉 来引诱自己 但现在的情况下 显然不是这样 大家都很忙 都在抓紧时间 张元清怀疑 高天元在富士山上 温泉馆的店门口 站着两名身住黑色正中的男人 目光警惕地盯着商务车 电动车门滑开 前野良钻出车厢 前野队长 两名黑衣人 齐齐躬身 但依旧警惕地盯着原始天尊 前野良躬身还礼 语气不自觉地威严 一本正经地说 请通知组长 原始军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